Hello 大家好,Rewindes 這個六周年已經到了尾聲了 剩下幾天就要結束了 然後這次六周年給的東西其實還是相當多 主要就是任務方面 不知道各位全部已經結完了沒有 如果還沒結完的話 也就剩下三天左右要去把它結完 尤其是66年的紀念券 那個66年券一定要結掉 然後這一輪主要就是要 稍微來看一下這個六周年的紀念硬幣 其實它的東西蠻多東西可以交換的 我覺得還蠻不錯 是稍微來推薦一下我個人比較喜歡的 各屬境的大絕王這個一定是要換到完的 那個是用來審計用的 這個是很重要 然後我個人是已經把那5樣是用完的 這個還剩下282個Coin 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中間我其實還是有把那個超二悟空給換出來生技啦 這一次的重點其實就是要來講這些 用來生技用的角色表 因為這邊很多紀念用的角色還蠻多的 然後其中裡面我個人比較推薦的其實是這個 藍神悟空 因為裡面有兩張藍神悟空 你只要把它給它生上去的話 就可以拿來練技 其實是相當的划算的 如果像一般來說我們要弄一隻藍神悟空 就目前的物語來說就是那個布羅利的關卡嘛 你要打180個徽章 然後再把那個悟空給Dock看上去 才能拿來練技 可是這邊的話我們只要花20個硬幣 換下來就可以生了 尤其是藍神悟空其實在遊戲內蠻多強力的角色 尤其前陣子的極限Zack 那個技術的藍神悟空跟速術的藍神悟空 兩隻都相當不錯啦 對於老玩家來說可能是沒什麼問題啦 大部分都練滿的 可是對於比較新一點的 或者像我這樣子只玩的不到1000天的玩家來說 這一些都是需要來精精計較一些的 所以這藍神悟空我個人是蠻推薦換的 以及下面這一張 這張也是屬於藍神悟空 而且花的硬幣才15個罷了 如果是要收集來說的話 可能就把它換下來收一隻起來 然後剩下的就把它拿來練技 so far也不錯 除了藍神悟空之外 這一張超惡悟空是我個人覺得非常划算的 只要20個Coin就好了 而且他已經是把你都看好成為優傲的了 20個Coin直接可以把 超級賽亞人2的孫悟空 直接省一技 非常的划算 但是這張是我意外發現到的 之前我也是不知道 所以錯過了蠻多次的 之前的活動錯過了蠻多次 後來知道之後 就每次這種大型活動有給Coin的 我都會把它換下來 主要超惡悟空在遊戲內 也不是很多啦 就之前那些 那個 賽亞人滅絕計劃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就有三張超惡悟空極限這樣的 技屬的 提屬的 跟速屬 還是那一句話 老玩家基本上是升完的 像我這種 就還有一張還沒升到的 就是速屬那張還沒升完 所以我就會把它給換下來 之前也是有給他換下來 換了一些 拿來升那個提屬的 升上去 這張是非常有用 然後這張超惡也是一樣 只要把它都看上去 或者就是 ZACK覺得醒上去 拿來升這個超級殺人數悟空也是不錯 一般的話我們需要去打的 是有 有的打的 超賽悟空開始有的打的 還不錯 可是就是說 這個是 在我們沒有 對其他沒有什麼太大需求的情況下 因為像 潛能點啊 錢這種東西 所以玩的差不多 一年之後 只要天天有打 撒旦的關卡 大概率都不會缺錢吧 我目前玩的那麼久 我是沒缺過錢的 所以是不太推薦 裡面是有的換那個 撒旦像 但是不太推薦 我個人是比較偏向 推來這些練技用的 然後這一支 都看上去 也是這個超惡悟空 可以用來 用來神技 同樣 而且 花的這個 還蠻少的 只要兩個就好 so far還算是划算 可以考慮一下 而且只要15B 就算是拿來神 超級殺人都ok 超三也是一樣 也是有 超四嘛 超四就還好 超四的話 只有 目前遊戲內 就兩張超四悟空 一張隸屬 一張是LL 多數人都是直接用老界王來生的 哪裏忍得住 等到這種時候 所以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我個人比較推薦的是 藍神跟超惡 然後還有超義也是不錯 這張 Begita的話 Begita天使 其實超賽Begita天使的 遊戲內好像蠻少的 一生回他自己就ok了 大致上是這樣子 然後這張是 我個人覺得是相當帥氣的卡面 我也是跟他換上來 我也是有跟他換上來 留住 雖然說官方 應該是不會去把他做加強 但是這個卡面就夠了 非常的帥氣 nice 然後下面的話 這個徽章 老界王神的徽章 我覺得是可以跟他換上來的 就看自己的需求 看需求比較多 這個不實意的這個計時 我就沒有這麼推薦 因為只要花30個 綠寶石就可以換到的東西 不需要拿來這邊浪費 用在這種徽章 我還可以接受一些 至於下面的修煉道具 撒旦像 這些普助道具 潛能衣 我個人是不太推的 除非真的是 沒有東西好換的 那才來換一些 就算了 至少要把這個六周年的coin 給消耗掉 不然蠻浪費的 ok這個六周年的coin 我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也要注意 這個紅龍獅 還沒換的也要去把它換 基本上就是 換前面這些限定角色 我是比較推薦 後面的都是 一般4抽卡 可以抽得到的 不需要太急 像這張 Galry跟Califura 這兩張的話 如果現階段 真的是很需要他們 可以換 還算蠻強的 這兩張 至於其他的 一般4抽卡 我就完全不推薦 不推薦 不推薦 換前面 這個 浦屋 以上的這些限定卡 因為他不是在一般 卡池內可以抽到的 就算他專門推出的 一些卡池來給我們抽 我們也不會去抽的 所以用來換就好了 未來可能 像 第二代的隊長 也可能加入了 或許未來 像這邊的話 就 全部是第三代的隊長了 第二代隊長 好像沒有什麼 突進可以換 好像是 只能在 紅龍臂這邊換 不過我相信 也沒什麼人可以去換 這個紅龍臂 我已經是準備好1000個 到時候 半年後 直接把悟空跟Begita 給換回來了 心痛我的龍獅 哈哈哈哈 欸 那麼 這個 六周年活動結束之後 接下來 應該是 3月3號 3月3號 左右 應該會開一個卡池 像去年的話 是 Virusama 屬於龍珠超的 第一位 角色的感覺 然後像 前年的話 四周年 他就是出了少年篇 少年篇的角色 那個 少年 小悟空 欸 今年蠻好奇的 不知道會出布羅利 欸 布羅利應該是留在318 就這樣會出 嗯 我覺得 會不會出GT片的那個 前段的故事啊 蠻好奇的 蠻期待他們會出一下 一些比較特殊的角色啦 然後 接著就是等到318了 話說 這個星期 或者下個星期 應該會有 那一個 武道大會 也是可以稍微做一下 準備啦 這一次大概就是這樣子 主要是來談一談這個 六周年的硬幣啦 那個東西如果不花掉 真的是蠻浪費的 然後 任務一定要記得做 這個不知道 各位 已經完成了沒有 因為他已經發放獎勵了 沒有完成的話 蠻可惜 他給的這張 還蠻好看的 這個壁紙 帥喔 超 超好看 超好看的 可是 嗯 我就不太習慣擺這個壁紙 還是比較喜歡他們這個 原本的圈圈 可以看這些角色 哈哈 看這個會比較爽一點 最近很喜歡這個龜仙丟 太帥了 卡麥仙丁 媽媽媽 主要就是這些啦 還沒解完的 記得要去解喔 剩下兩天還是三天 今天都三月一號了 哈哈 三月三號已經是最後一天 三月三號是最後一天 所以就 剩下兩天的時間了 哇 希望快快解完 OK 那麼這次的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我點個訂閱 謝謝 じゃあまたねー